大家好我是阿丹 我是LuLu 今天呢我們要邀請到斷爛原住民的斷爛仙師出場啦 沒錯 只要你有不好的緣分 爛桃花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有小三小王的話 你都可以來請斷爛仙師幫忙喔 欸LuLu啊我藏起來你最近心想不好的頭髮出來回家 被你發現了 好 好 好的要來求斷爛仙師的話呢 我們一樣要先買金紙從三樓到一樓的順序 參拜過地月點所有的神明 再來呢另外點三支箱跟斷爛仙師 助說你所要求的事情 我們要購買紙傘組 紙傘呢我們會有一張紅紙 在紅紙上寫下當事人的姓名 貼在紙傘內包起來 另外呢這邊有一定要紅線 紅線的兩端呢要分別填上當事人的名字與生成 以及當事人的爛桃花名字與生成 接著呢將你所求之事寫在斷原紙上 並在你的名字以及所求之事的結尾處蓋上手印 結束後拿起斧頭將紅線斬斷 紙傘與斷原紙交給廟房人員放置內墊 所以不用擔心你所寫的內容會被別人看到 斬斷的紅線與金紙一同燒畫即可 廟內呢也有祈求流程的海報可以參考 也可以到訂閱電路網站下載流程圖喔 好希望在神明的幫助之下呢 以及自己的改變之中 漂泊在感情的善男性女們 能夠找到自己的幸福欣賞事成 我是阿丹 我是露露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呢 不要忘記要訂閱以及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要到我們的IG以及 Facebook按讚留言分享喔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來求斷原的人內心難免是比較沉重的 如軟妳覺得妳有什麼想要分享給他們呢 我覺得真的其實來求斷原的人啊 都難免會遇到一些感情上面比較辛苦的那一面 那其實就是有時候看了也覺得蠻心疼 那我覺得如果你今天是斷自己不好的緣分 你就把它想像成一顆植物 然後有蟲蛀的葉子 有枯黃的葉子 但以前是幫妳把它剪掉 剪掉了之後 妳的內心呢 就要向著有光的那個光明面去生長 那如果我今天是我來替別人求的呢 譬如說我的另外一半 它可能有不好的緣分我來把它斬掉 就是其實這樣也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那些是幫妳 把妳的另外一半的一些葉子給剪掉 落下這些蟲蛀的就是質感落下了之後 我們就放下過去不要再去看它 接下來也要好好的去灌溉它 然後兩個人才會看出美好的花再回來 人自己幫自己生 在這當中看到妳的努力 我相信斷緣完之後 月老公公馬上 會再幫妳找更好的葉子 一條龍的概念 對所以其實我覺得 天助自助者啦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對 不要什麼都交給生命 對 自己一定要先改變 對自己也要改變 斷完之後下去求月老 對 我們都會當妳的後盾 整個地月都是妳的後盾 好 歡迎來地月店 禮物通往 在做更好的 禮物不知 禮物中 在做更好的